山盟讲讯 从淡水河关渡的方向 看巴黎的观音山 山是翘秀 有特别灵动的县的起伏 如果换一个方向 站在巴黎 隔着淡水河 眺望对岸的大屯山 气势磅礴 一派大好江山的样子 观音山有女性的武力温婉 大屯山则是男子的雄强壮大 大屯山魂圆厚重 不露尖俏的食指 土壤丰厚 满背着玉绿的丛草植物 坡是宽坦平缓 可亲可近 仿佛夕复复內地的大龙洞 它是淡水河的跟基隆河交错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有很特殊的风景 现在我住在巴黎 也是淡水河的下游 所以跟这个河流发生了关系 也跟这个河流两边 它的左岸的观音山跟右岸的大屯山 发生了很密切的关系 我想一个创作者跟山跟水 发生了很密切的一种关联 会成为他们创作上非常重要的一种滋养 飞越文学地景看见台北沉香之美